OK 大家好 距離上一次拍影片是我去越南之前 這段時間我又去越南兩次 每次都差不多一個月左右 這段時間剛好有朋友問我說 越南盾有怎麼看 以前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會是一個問題 後來我發現這個問題其實 確實是很多問題 很多東西自己熟悉了之後 就不覺得說它會是別人的問題 會忽略掉這一點 越南盾的數字都很大 然後紙鈔數量也比台灣多 所以它確實是 對外國人來講有一點複雜 不過它其實是有技巧可以去辨認的 首先可能一般人都會想到的是匯率 對比台幣的話 一塊錢的話 會台幣目前大約會在700多 越南盾 700多多少通常會落在760的上下 為什麼要這樣子講呢 呃台幣比較強勢的時候 有時候匯率會來到780 780多都有可能 但這種傾向其實不多 那通常呢 會錯落在750左右 當然150個坊間去換的話 我們都會取一個整數 然後就是這個數字的大小 會取決於你想要用台幣換成越南盾 還是把越南盾換成台幣 看怎麼樣子 對你自己比較有利 但是因為紙鈔的特性 基本上不會有人拿一塊錢去換 因為你找不出750元的越南度 所以我們今天先來講一下 越南的紙鈔 越南有發行硬幣 但是不太流通 所以基本上你在市面上看到硬幣的機率呢 可能比看到飛碟還要低 越南對東西的定價 通常也不太有可能會定到百位數 所以我今天來講一下 200跟500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目前還算是流通的百位數的紙鈔 不過基本上他用到的機率是微不其微 所以我們都是從千開始 像我們要先認識5000 為什麼要認識5000 因為它是一個分界點 就是我個人而言 就是說如果說我搭計程車的話 那5000以內的價差 我就不會跟他計較 也就是說我不等他找錢 因為那個錢太小了 但是如果5000以上的話 我可能就會跟他取一個增數 但是通常我們是以5000為一個單位 因為假如說今天是14000塊 那我可能就是直接給他15000塊 就不找了 但是這種就是潛規則嘛 假如說今天16000塊 那可能我必須要給他16000塊 而不是說我們給他15000塊 他就不跟我計較 不會 不太可能 所以我常常覺得說5000是一個分界點 那以目前2018年10月2號的匯率來說的話 5000塊越南盾大概就是6塊多台幣而已 其實這真的不大 所以說6塊錢的前後 你要不要去計較這個東西 我覺得好像看你自己啦 那5000以內有哪些呢 就好像直音速分解 1000 2000 然後5000 對就是這樣子 OK5000上去呢 下一個指鈔是10000 好10000就長這個樣子 OK接下來就會有20000 那20000這個藍色 我是覺得20000跟5000 其實有時候有一點點容易混淆 有一點點容易 但是有時候你如果是在暗的計程車裡面 嗯 掏錯錢的機率還蠻高的 再來接下來的一個必別 就是5萬 5萬再來就是10萬 10萬再來就是50萬 OK 目前越南的指鈔就是長這個樣子 啊數字這麼大 我要怎麼去付錢 我要怎麼一目了然 基本上連越南人也覺得說 這個數字太大太煩了 所以他們自己 在心中把幣值給提升了 這話怎麼說呢 基本上越南所標示的價錢 你看到的會是 20 50 325 1000多 好 真的有那麼便宜嗎 1000多越南盾 沒多少台幣 其實不是 就是5要再加3個令 這個跟越南語言的特性有關係 因為越南不講萬 越南語有5萬 但是越南人 因為現代越南語是不講萬 所以我們講10千 我們常看到一些華語 講華語的朋友會刻意的想要去把 越南的價錢給換成很中的 我覺得是沒有必要 例如說今天325千 我說325千 你是不是其實很快 你只要把紙鈔後面的3個0 你不略掉 你湊得出325這個數字就好 可是如果你硬要把它成32.5萬 其實你會很辛苦 會當一點錢在那邊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急著要結帳 其實這個動作會讓你增加更多的麻煩 我們會用自己習慣的數字系統去念一串數字 其實這是很正常 但是因為這個錢都在越南使用 你離開這個國家 你也不會這樣子用 你回到台灣你不會用這個東西 所以你在越南就跟著他用錢就好 135就不要再說13.5萬 你會覺得很困惑 有些人可能腦袋轉得沒有那麼快 這根本就是至少麻煩 所以我個人的建議就是135.000 分就是135.000的意思 你在找錢的時候 你就找找找 100的然後後面點3個0 你就忽略掉3個0 就是135 35就是10千的跟20千的 再加上5千的 這樣湊出這個錢來 好有些朋友可能會想說 我想知道這個東西貴和不貴 這個時候就可能需要用到匯率 我想知道這個價錢在台幣裡面是多少 那如果你手邊沒有東西可以換算 或者是說你心算沒有那麼快 一般人可能會自己乘以750 除以750 或者是760 780 隨便你取決於你換錢的時候換了多少 我在這邊提供兩種思路 一種當然就是很準確的方法 你要記某一些段落的價錢 例如說50千 也就是5萬的時候 大約台幣多少 10萬的時候 50萬 100萬 這樣子的一個段落 個別是台幣的多少 那在這個Rage之間呢 例如說10萬 50萬之間的價錢 你就可以稍微衡量一下 它是多少 你就可以比較接近精準的去知道說 這個錢 目前以我來看 5萬大概是60多塊台幣 10萬是130多塊台幣 如果說今天有一件衣服是20萬 那我預估可能會是250多塊台幣 就是我預估的一個數字 好我剛剛換算一下匯率 結果是260多塊台幣 那其實這個準確性算是OK 可能誤差50塊以內 我覺得可以接受 另外一種就是 你只是想要知道一個大概 我不想要求百分之百的精準 我只想知道大概 我只想要知道這個東西落在哪個位置 這時候你請用1比1的方式 什麼都1比1 就是去掉3個0之後呢 剩下的那個數字 就當台幣看 例如說50萬嘛 就是500千 500千呢 就直接把它當500塊台幣來看 那500千 大約多少台幣呢 大概600多塊台幣 650塊左右 你會誤差大概100多塊台幣 但如果說你要看的那個東西 在台灣呢 它的價差可能是300、500 甚至價差在1000之間 所以 互差這個100多塊台幣 對人來講不影響 你會想知道說 它目前賣的這個東西呢 它是周落在500價位 還是在1000價位 這時候 你就可以用1比1的方式 10萬就是100千 那我就把它當做100塊來看 50千我就把它當做50塊來看 這樣子 你可以很快速的大概知道說 例如說這一趟的車子 你就是132千 那就是132塊 當然實際數字一定比這個大 接近200塊 那這樣子其實你比較輕鬆 你也知道說 目前我花的錢大概是多少 以上呢就是 比較簡單又快速的去認識越南論 以及如何去使用它 如何一些技巧上 那附帶一提 在越南會有一些小費的制度 例如說按摩 那有些按摩的地方 它會跟你要求說 你按摩完 你要給它小費 那這個小費的行情是多少 我之前還有我們在社團裡面 的朋友還給人家1萬塊還是1000塊 忘記了 造成其實蠻大的消化 因為1萬塊可能是幾塊台幣 沒有人拿是幾塊台幣 當作是小費在給的 所以基本上的小費呢 大概就是5萬 我坦白講 5萬的要少 你離開我這名市 還比較有可能給5萬的小費 不然基本上小費是10萬起跳 也就是100千 也就是一張綠色的 OK 今天大致是這樣子 講到這邊 未有什麼問題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一起來討論一下 那期待下一個主題很快就出來 OK 再見 拜拜